在这一年,我们也不是世事平顺 今年9月7号的晚上,我接到同一个电话 告诉我在大直地区有五六栋的民宅 在军列塌陷 我一个人在家雇三宝 后来我赶快把奶粉奶瓶装好 叫了计程车,然后联络我的爸妈 当然在这一年,我们也不是世事平顺 我们也和市民朋友一样 共同面对很多突发的挑战 而且非常的艰困 今年9月7号的晚上,是很多人的不眠之夜 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当天晚上我接到同一个电话 告诉我在大直地区有五六栋的民宅 在军列塌陷 而当下我决定我要赶快到现场 但是好巧不巧当天 我太太带着大宝 刚好有事出去 二宝在爷爷奶奶家 我一个人在家雇三宝 后来我赶快把奶粉奶瓶装好 叫了计程车 然后联络我的爸妈 我的神救援 我说把三宝赶快先送到爷爷奶家 然后再请计程车司机等我一下 再赶到大直 李副市长也已经赶到现场在指挥 锦销同仁已经全面的严正以待 我在上任之前 我就承诺上任之后一年 要让大巨蛋完工启用 其实能够正式完工启用 对球迷来讲 32年等待 梦想成真 对台北市民来讲 我们多了一个新的地标 新的荣耀 而且我们让世界看到了台北 而对我们另外一位同仁 婷宇来说 是他在市府工作 画下最完美的最后一页 因为他很早就规划 要到日本当滑雪教练 很早就规划 但是因为他知道 他负责的是牙锦赛的赛事 要让他完成顺利的落幕 所以他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刻 隔天下午他就要到日本 去完成他下一阶段的梦想 所以这些同仁 他非常有责任感 坚持到最后一刻 也让牙锦赛能够顺利的举办 大家一起努力 创造了历史 在这么短时间 让大巨蛋能够完工 也兑现了我们对市民朋友的承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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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